這首歌其實有一個令我想起一個故事 其實都忘記了在心底上溜出來 讀書時期 跟一個女生相處得都挺親近 但都很早發覺自己都真的喜歡她 但是就愛於自己 又覺得當時又不是特別英俊 又沒什麼自信 就step back 後面 take care 她 經歷了很多次的傷戀和失戀 覺得有一次不如也試一下 然後跟她表白 最後就覆了我六個字 我對你沒有感覺 但我追了一下就是我可以等 然後她覆了就是 都不是等不等的問題 而是我對你沒有感覺 哎呀 心立刻痛了一下 可能我是一個很被動 亦是一個很怕死的人 即是我覺得 即是我覺得對方可能是喜歡我的 但我覺得她那一刻的動作 譬如她辭覆了我一個訊息 即是她十個小時沒有回覆我 那我就會用個理智面跟我說 就是她不喜歡我 那我就會退後 我自己覺得因為 其實這兩首歌對我來說 是一個令到大家有一個情緒 的時候就可以聽這首歌 其實我一開始有一點擔心 我怕我carry這首歌 carry得不好 但是就很幸運有 即是Mike站在旁邊 那她自己本身 她有唱一個solo的version 那我就聽她那個版本就有一點 即是自己好像消化到一點點靈感 所以就 是的 本身有多這些經驗 即是有些信心 做兵 是的 還有她一路 整首歌的focal都在背後我 好像在幫我協調 她是一個很過癮的一個人 當然我很感激她 因為她才有這個機會 也可以跟大家見面 所以她是一個我自己絕對很感激的一個人 而且她是一個很chill的人 那很多時候跟她相處 或者跟她在那裡聊天 其實她的一些addictive 都令我學習了很多東西 其實她看很多東西都是很樂觀 很正面的 那這件事是我覺得我身邊的人都比較少有 很多時候我的想法上 都是因為她而令我解開勇的心結 那張參加《全民造星》其實都籌取了很久 我還記得我在公司坐在電腦上面 看著報名表 玩不玩好呢 玩不玩好呢 那個人已經是最後一天了 然後就玩了 因為我看《全民造星》 我覺得應該挺過癮的 然後就覺得 這個比賽中一定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覺得 這是一個契機 可以成就自己夢想的步驟 所以就覺得 最後鼓起勇氣 在最後一天就報名了 如果你說我參加《全民造星》 我也是當一個 我沒有想到去跟別人比什麼 因為我本身就覺得 音樂這件事沒得比較 是一件藝術的 怎麼可以 誰比較厲害 誰比較差 總之有人喜歡 總之有人不喜歡 壓力就 就是說沒有就騙你 但是就 這個是一個必經的階段 一定要去衝破這個難關 因為 對 對 我就很明顯沒有什麼包袱 所以我不是很理會 大家都讚 或者彈都OK 都是一個動力 一開始我會很介意 別人的批評 或者怎樣 但是我發現 好像每個藝術都是這樣 一開始很介意 然後你慢慢進行 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會自己懂得去消化 或者懂得去怎樣 去面對 很變態 我很喜歡看別人批評我 或者惡意批評我 我很喜歡看 我不知為什麼 挺過癮的 就是你無論做什麼 都有人批評 所以我自己覺得 嗯 擺在心中 但是不要刻意去 去在意這些 你開始會覺得 這些東西不再重要 就是 重要的是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的是什麼 打理上很方便 因為一起來就是這樣 然後濕點水 炒一炒一炒 出門了 Yes 就是很方便 這個髮型的發生在全民造星時期 都是 當時就是有髮型的贊助 大家都在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不如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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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那時候 就覺得 這個人爆炸頭 應該性格也挺好笑 還有大家都 認得我的頭 你不是那個爆炸頭 雖然不見不出我的名字 但你不是那個爆炸頭 都是一個很好的標誌 自己都很開心 因為這個頭 에서 會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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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黃分子 在數稚圓 以下 time 入圈